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针对陕西一男子将瘫痪母亲活埋进废弃木坑一事 5月7号上午 难度记者从陕西省榆林市静边县公安局方面获悉 经治疗被埋的欺询母亲 已可以与外界进行简单沟通 警方已在5月6号对老人进行了问询 目前嫌疑人马某已承认犯罪事实 案件侦查仍在进行中 静边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嫌疑人承认犯罪事实外 案件还有一些外部证据有待调查取证